迎接大数据时代金管会宣布要在一年之内 投入不动产受信资讯、信用卡数据平台 还有股票投资等多达600多项的big data资料应用 尤其是不动产公开资讯 渴望为买卖双方建立一个比照国际的公开透明价格机制 业者也乐观其成 找合适的房屋表弟除了上网拼命查价 盘算怎么样跟卖主厮杀价格 或许未来还有更好的办法 数据时代来临 金管会宣布推大数据应用服务 未来不动产价格、成交行情、购物者年龄 贷款金额年限等详细数据 买卖双方都可以取得公开资讯 大大减少不必要的价格落差、溢价问题 以现在来说的话 不管是施加登陆 或者是说目前政府的买卖一转 它都算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指标 民众可能一方面可以透过这个大数据库 去了解目前市场的主流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它比较能够掌握市场的卖动 去做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民众信用卡刷卡消费 消费者的属性动机 消费商品也会big data以下 投资人买卖股票交易的分析资料 例如什么属性的投资人 买什么股票 也会开放资料 供民众投资人参考 不过这些数据服务平台 都涉及到个人资料保密问题 尤其不同产交易 牵涉庞大 相关单位还需要沿逆讨论风险 主管机关强调 以免费为原则 收费为例外 要建立金融资料开放平台 预定631项大数据资料 年底前完成 并提前开放资料集 全身和自行设计程式者 都可以加值运用 来带动更多的创新服务 新台电视省为童曾一豪 台湾台北报道